《生命之环》是一座环形建筑,坐落于辽宁省神府新区。在这个建筑落成之前,我对福顺这个城市,还真是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《生命之环》取材于雕塑大师威尔兰德著名作品。 《生命之环》象征永恒与和谐,寓意美满稳定与生命不息,体现神府新城移居、遗伤、一页的建设理念。 《腐顺》是政府网站的文章显示,《生命之环》寓意连接天元地方,贯通天上人间,无论是高度还是形式都是世界独有的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它主要由同基础和三角形截面的非同心圆、环形钢管横架结构体系组成,外径170米,内径150米,结构顶标高153、98米,钢结构总重3500吨。 整座结构采用钢结构网架,并覆盖金属木墙,安装有一、两万时LED灯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《生命之环》作为神府新区的核心地标,周边配备了辅顺银行总部、西马特购物广场、军越豪省五星级大酒店、八院、中国移动、云顶娱乐、以及周边数不胜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《生命之环》及其地下配电等设施共计划投资1、12亿元,实际建造成本不得而知。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了广大的质疑,因为只是作为一个景观建筑,似乎没有其他作用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辅顺经济开发区党工卫副书记夏红军表示,《生命之环》当初设计时确实是景观建筑,随着建设进展,也凸显了它的作用。 后期在不改变原设计结构施工的基础上,对《生命之环》的使用功能进行了论证调整,提出了灯高观光作用,在其内部东西环下安装,设置了四部灯高锁梯,将上升到150米的高度。 灯极娱乐项目也在论证,争取实现在其顶部,在下方没有深水域的状态下实现灯极,也希望能创造这个奇迹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但后来经过专家论证受到了否定,因为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是40多米,而《生命之环》最高处在150米以上,远远超过了人体极限,灯极项目因此夭折。 至此,这个赤字上亿的庞然大物,谨慎观赏这一项功能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目前《生命之环》已经建成并向游客开放,新区的各种配套设施,及商业设施,也已经陆续完工,周边生态环境有良,新区还引进了黑天鹅七夕,但是也有网友吐槽,新区位于沈阳与府顺交界,离市区远,人气不忘, 无论以前对他有多少争承和非议,至少确实提高了腐顺的知名度,在这里我们还是希望生命之环,早日焕发活力吧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